10月18日由网友在社交平台曝光了一则全宫船跑步的画面 在镜头前一闪而过的船宝宝引起我们的热烈讨论 从视频中不难发现全宫船跑起步来十分从容 身体素质杠杠杠的 据透露全宫船十岁时跑30米都只用4.5秒 一般孩子很难达到的数据在妹妹这里却是轻而易举 不得不说妹妹当真是既有天赋又肯努力 此前有网友删除全宫船绑在仪器上不停转圈的画面 训练艰苦可见一般 她的教练更是在采访中表示 别看全宫船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背后的心酸与努力大家都没看见 如今柴宝宝恢复训练后跑步的视频曝光 看来妹妹已经光速进入备战状态了 那么大家一起期待妹妹的下次比赛吧 从她2018年3月到现在才三年多 就能够实现这个他们的理想梦想 真的不容易 她能够有这么好的苗子 这么短时间能够拿到这个成绩 真的是奇迹